1912年开始新建规划 整体设计仿法国马萨风格的台中周厅 是日志时期的官署建筑 文化部长郑立军7月2日 在台中市政府的陪同下前往访查 未来将全力支持地方文资修护保存 及活化再利用 并结合在地博物馆 串联周边历史建筑营造计划 逐步再现旧城历史风貌 我们最近会提出再造历史现场的一个政策的计划 那希望跟我们地方政府来合作 那么打造我们各地旗舰型的再造历史现场 来重现我们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一行人走访台中行务所观社群 老树参天 轻优质的日式建筑群 或以改建 或以隐身于吉西曼草之间 有待整顿规划 古基及历史建筑的保存活化 不仅是空间维护 更是不同时空下居民的集体记忆 那透过文资的保存跟活化 为城市注入历史感 注入文化性 那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我们的建筑物 就能够感受到一个历史的一个伟大 就像这个建筑大师路易斯康他曾经说过的 那么让孩子在街道上能够看到他 启发他一生的事物 我觉得希望未来我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在充满历史感 充满文化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